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谈言 面对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迸发出的巨大的慈善热情 原来的管理体制还有差距 我看到很多媒体啊 说400多亿的捐赠款物 实际上是它有个比喻 说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一盆这个叫燕三糊 我们认为它这样的比喻很形象 这确实对我们的管理 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原来的一些管理体制 包括我们慈善工作的一些运行机制 应该说呀 与现在的这样一种捐款参与的热情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这还有需要完善的方面 王振耀表示将不断的改进工作提供更好的捐赠管理服务 汶川大地震后先后有来自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新加坡的紧急救援队和九支国际医疗队参与救援工作 有记者问为什么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的时间 已错过72小时黄金救援期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表示 中国政府接受国际救援的相关工作是高效的 主要是灾区的客观条件给震后初期的救援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由于这次地震是一次特大的灾难 给当地的基础设施 包括交通通讯设施在内的这些基础设施 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你不用说是外国的救援队了 你就是连中方的救援人员 在一些地方都难以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进行救援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下一阶段灾后重建 中国将继续本着开放的态度 欢迎国际社会的帮助 医院 学校 福利设施以及环境领域 将是国际合作的重点